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茫茫深山 云雾缭绕 蕴含着无限生机 在现今贵州省平堂县 长部湘河谷左岸的斗鸭上 有一块巨石 大约五百年前 巨石坠地一分为二 2002年6月 当地村民王国富 无意间发现了石面上凸显的六个大字 中国共产党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石来了 嗯 阿姨 给我来一瓶绿茶吧 好嘞 中国共产党 嗯 现在都放假了吧 这次准备到哪儿去旅游啊 嗯 啊 啊 想去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在电视上看到过 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 中国地址专家们已经鉴定过了 说是有两亿七千多万年的历史了 可是这票上怎么多一个王字呢 不是多了 是变少了 当时只报道了五个字 把最后一个字给省了 不对吧 王字是后假的吧 反正电脑技术这么发达 什么都能做出来的 哎 小伙子 话可不能这么讲啊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这倒让我想起 在秦始皇三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前二百一十一年 在东郡 就是现在的河南蒲洋 落下来一块陆石 第二天早上 石头上磕着 始皇死尔蒂芬 秦始皇大木 派兵包围了整个村庄 下令屠杀陨石周围的百姓 并且把整个村庄都围了起来 不让别人接近 公元前二百零六年 秦始皇一死 六国便纷纷次 割据了自己的土地 把王去掉 就如同始皇灭百姓 掩陨石一样 只不过是中共掩人耳目 维持地位的手段罢了 就算石头是真的 那中国共产党真的会灭亡吗 君想江山 江山万代船 江山总是 日益心主 如今异象平平显 自然而言 自然而然有天智 阿姨 阿姨 我懂了 我这就去看石头了 谢谢阿姨 喂 喂 你的票啊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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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